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回回答问题没有回答 大家现在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还继续提问我给回答 现在开始 好 你说 弟子有两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快试 第一个就是 以前的话恩师让弟子谈话头 后来弟子发现 自己的习习毛病太重 就是 海南用功 同时呢 考虑到师父说 谈话头要整过好了话 会成夹吃饭 后来弟子就想还是应该是 后来就想还是好好地 偷口要扫到 公社团长送戒 就是说 愿先就是 得清静之后再 谈谈 做一些 谈话头的 前期准备 到最后再谈话头 小文恩 是这样做的话 是否没有一教奉行 和参话头 有没有一些 前期的 有没有一些 什么条件上的 请恩师慈悲快试 我说我参话头 加上烦恼 好像在参场里边有 你就是你 对弟子就算 只有朋友说是 之所以没有让你们 提就是 很早的参话头 就怕你们就是 怎么好的话 会成 会成 加上烦恼 嗯 那指萨米时候 是吧 还是 受戒以后 好像这对萨米 讲 所以萨米讲 主要萨米基础功课 基础功课 从基础功课的角度 不要忙碰 参话头 主要还要把 基础功课要做好了 你基础功课没做好 最后 你说受戒 这个或是 被点功课 什么都不行了 这时候又参着话头 还没有完全参见 反正功课又不行 这成了加上烦 不是说参话头 有加上烦 你可能理解错了 这个参话头啊 它本身 它拼不神秘 它就是一种 很简单的 一个修行方式 和念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它俩 不是什么 特高深的东西 我们跟你讲过 提醒老和尚 我这参了一个星期 是两个星期 不到一个月 我去了 他说你参怎么样 我说 啥也不清楚呢 这么长时间 你还没参好 你说他 这么长时间 还没参好 他参话头 那很容易的 你用不着这么长时间 我一面跟他讲 从他说完的话 我参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参了两年 差不多参了两年 就是说参话头啊 我这个根迹不行 就是利根很快的 很快 它不是什么 特别高深的东西 只是一个功夫 肯不肯下这么低 这煞米阶段 主要是学戒 学这些东西 这很主要 不要忙碌的去 直接就参话头 主要是把戒律弄起来 也可以试验的差一点 这就可以了 等受了大戒 把戒律写好 就可以参 因为参话头 他很容易忘掉很多东西 记忆力就不行了 那时候在毕山寺的时候 前几天 那个谁 清床 找出一个 苗家大河给我签字 一个写着月 我那边写着那个通过 我还写着 那个签字 是苗家大河 四苗家 那个纸条 是什么原因 那时候我就掺话头 掺那什么 心境都背不下来了 只能背 投几句 王昌宙啊 都背不下来 就能背 投几句 掺话头脑子 上厕所 那个会儿也掺 除了厕所 回了还掺 走道还掺 只要有时间就掺 那时候 真是绵绵绵绵 我成了不愿意 跟俩人走道 俩人走道 他跟你闹客 你说你听不听 说不说 得答 要不你显得傲慢 就没人的时候 只要是不管多远 只要是没人 我马上就进入 掺话头里去了 那共舞舞蹈用得挺好 那考试就完了 苗家大河说 你把那吉祥奏背下 他跳个最简单的 一个是我以前没背过 那个最简单叫我背 我说背不下来 他说你会背啥 我说啥也不会背 那可丢了 完了那个圣子挺好 圣子说的 那好多人呢 圣子说的 他不违背 没问题 没问题 他可以通过 后来 圣子给 我在在堂干活 挺努力的 圣子看得眼里 就这么给我通过了 完了苗家大河签字 四月通过 完了签了 那指标真找到了 真找到了 所以通过那个 虽然是通过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吸取一个教训 吸取什么教训 五堂功课一定要通过 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每天要送十遍热眼周 为什么你们受戒之前一定把这个功课要做好 那玩意做不好真丢人了 虽然你是拥共 你这能像我那用功也行 你能达到那个程度吗 做不到的事 所以说咱们先把基础课弄好 这很重要 这就出现那个问题 萨米这一段 一定要把基础课接着这块弄好 说完接也把这弄好 到这些弄明白了 自己的心里有底了 有了基础了 你去放弃你掺话头 这就可以了 因为我那时候 提醒老横鼻的 不怨我 你糟蹋 给我鼻的 你说一个星期叫我把掺话头掺进去 你又能掺进去 差不多两年 就是像第一次感觉 自己的一些心毛病从后来就是 就是说一些 想还是先好好受破 听一下长诵诫 这样做前期准备 这样做是不可以呢 掺完诫了 学了诫了 就可以掺了 掺了也不是说学界就不能学了 也不是前期工作就不能做了 你总得用功夫 功夫啊 有时候我们干点活 那这是一会儿的功夫 你剩下时间 你睡觉时间 你上厕所时间 其他你 你不都闲着了吗 拿一个 拿一点 带一片 那玩意就不合适了 那不是理由 还有问题吗 你说 你说 是 就是大纪录以来 一直在学习参话头 现在身体不配合了 老成平了 就是想改去念佛 師傅 你看這個想法對不對? 這個身體不好啊 和餐話頭沒關係 你去念佛是你的想法 這可以去 但是和餐話頭也沒關係 餐話頭它不會引起身體不好 它只能引起言 生事 口苦啊 這個會引起的 其他不會 那念佛也不會清閒的 除非你念佛的時候你偷懶 那你沒辦法 也不會 就是兩相對比來說 哪個更適合這個身體? 更適合身體啊 那就是啥也不幹 哪個最適合身體 哪個都得付出 你現在成天早在念 那口感舌燥 那麼容易念佛 出外去念佛 打念佛幾號格那一坐就休息 完 偷懶了 這個身體慢慢能養好 有時候身體好的 基本上都偷懶了 説實話 指望這個身體有多好 就是說 現在身體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不用去問 這個事你問清昌事就行了 它就給你身體 給你建議 好不好 嗯 下一個 換那一個 所以這個 先生 請家有所 聽說 如果大陸的時候 你那個 畫得多在眼睛就算 那個 忘形的 從那邊就算 那時候不行嗎 咋辦 所以他 可能就是說 學也行為不要選 你畫得多在眼睛就算 你畫得多在眼睛就算 忘形的 忘形的 不聽明白 打坐的時候 甚至都沒聽明白 他說的是那個 就是打坐的時候 嗯 一邊在那個 保持那個畫頭不斷 一邊還在 妄想也不斷 這兩個互相都是 嗯 畫頭也不能把那個 妄想給 給 給 截止 然後妄想也沒辦法把那個 畫頭給打斷 那這時候怎麼辦 繼續唱畫頭啊 共父久了就成真了 啊 妄想你想 唱畫頭一點妄想沒有 它不可能的 所以繼續採 就完事了 但是呢 時當的啊 有時候對這個 妄想啊 別隨著走 走幾步啊 趕緊的拉回來 刚才打吃饭往想了 明天吃馒头 还吃什么炒菜 那咸菜就别想了 只能想一个两个就完事 你必须想第三个 想完第三个就想水果什么 你想太多了 那话头嘴上说话头 那叫他躲去了 所以说往想啊 不可能一下断 你只给他放松点 放松那么一点就可以了 把戏你调一调就完事了 你别这一放松好 无边无缘似的 这就可以 不用改变一下环境 比如说 你哪时候是毕业的 变成精灵 或者什么 活动方面的心理 那么棒 我挺不明白 他说用不用改变一下环境 比如说动一动身子 或者睁开眼睛 或者就是说用其他的方式改变一下 没有必要 因为往想啊 已经就是已经够过分的了 你打一点往想 或者往想控制步 他跑了一会已经过分了 你在想动着动着 换个环境 这不是一个往想的事 是一个往想行为的事了 往想后面又加个行为 那就坏了 你已经被往想支配走了 你往想只是一个潜意识的 那么一点原先留下那个往想的习性起的作用 你还想把它变成行动 那就完了 千万别那么想 谁还有问题 你说 安月博师傅 弟子有一个哭过很久的问题 就是关于打坐怎么样区别 关于轻度昏沉和无忌 然后如果进入无忌状态 怎么样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 这些动静下没有必要 你别听那个名词上什么无忌了 什么定力了 你老在这个名词上下功 你没法做啥了 说刚说点信 哎呦是不是无忌了 刚刚做挺好 我是不是散烂了 这些动静下有时候在教理上能说得通 在实践上有时候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说什么叫调局啊 什么叫干嘛 全是名词的 你就是打坐 你就往前坐就完事了 他调局也好 他是这个 那叫什么玩意呢 混沉还有什么 无忌 你管他干嘛 他无忌就无忌 我都想什么也忌不住才好 成天的弄什么无忌 你打坐了 你别掉无忌里去了 现在那句子都会说 哎呀你这别掉无忌里了 我是没办法 世俗的我肯定骂他两句 滚一边 有什么障碍 有什么障碍 你这想法太多了 太多了 坐禅呢 就是难做能做 亡乡多也做 做得好也做 做得不好也做 就是硬做 共赋 什么叫共赋 就是硬做出来叫共赋 剩下啥用也没有 用啥用啊 精硕一些 拿一些名词看一些书 那玩意有时候啊 看得挺好 但是真坑一 这后来听你们说 我才知道无忌 以前我都不知道 无忌什么玩意 我什么无忌 我说无念 无念是最好的 无忌 那谁能分得庆啊 你做好了 时间久了 无忌就变成无念了 他有啥区别 那些人就是 没事弄理论上 就给你弄个动线 完了叫你成了障碍 最后你做不下去了 不要在意那些理论 不要看那些书 就是一个做就把 什么都不想 就往下做就完事了 混成了 你再提起念就完事了 就那么一点事 你说 弄成无忌 弄成调局 又弄成什么玩意 你有啥用啊 那如果就是 有时候佛号丢了 自己好像也没有打忘 就也不管他 就做就完事了 你竟要些字 什么都不管他了 就做就完事了 他念佛 你能念就念 你不能念就不念了 你做住了 你什么都不想了 还能念佛 那念佛那叫路定啊 一点意识都没有 他什么都不想了 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好现象 那说明我们出现了一点定力 这是好事 继继续往前做就完事了 就九座闭店 光明 那些画画溜溜的事 真不能去做 你就弄这画画溜溜溜 跟你说头头实道 最后看了 结果就是一个 将来当发誓行 但是做个蚕食肯定不行 做不了 全是这个嘴皮的功夫 没有用的东西 眼睛大干嘛呀 什么都不如你 正式的东西 我以前跟他讲过 在舞台上 一个大连 一个师傅 我们俩上太坏镇去了 走半道 他说我就爱做蚕 可爱做蚕了 正硕着下雨了 把我扔下他就跑了 我说你还爱做蚕呢 几个雨点都把他砸跑了 所以说那理论的功夫 那没有用 一点用没有 好 你说 如果要是开会以后 得找人印证嘛 就是说 他是不是说记着 我还做那个求证之后 他说记着 是不是这么说 这个我怎么不太清楚 这个过去主持大德 确实有过这个说法 说你开悟得需要印证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就怕你假 那个假开悟 假开悟 因为他有的人呢 他以为得点境界 就以为开悟了 所以说到处宣传自己开悟了 我还自以为开悟了 而且最后导致了秀行的大王语 或是说秀行中出现魔障 所以说这个主持大德 就那个意思 说你得需要开悟给你印证 开悟印证 这是一种说法 这主要是教育 我是这么想 开悟还需要印证吗 真正开悟 你自己开悟 你自个就明白了 还用什么印证 开悟是什么 无人像 无我像 无众生像 他找谁去印证 一切都是微信照 他明白了世界的一切 就他想去印证 他的嘴也长不开了 他已经那时候 他已经不入翻流 他非常孤独 他说的话 别人也听不明白 别人说的话 他明白 但他说的话 别人也不理解了 所以他天下 难找出一个印证的 一个印证的 但是呢 确实过去主持大德 确实有那么说 对印证 印证这一说 不印证啊 为魔所 或者什么 或者有什么说 但是主要 还是针对一些 那个 假开悟所的 曾经在舞台山 遇到过一个 大伙都说 找那老横子印证 完了 去了不少人 都给印证 都说开悟了 开悟确实挺多 那有个几十个 反正一去了 只要是 估计上点供养 基本都给印证 都开悟 这就是一种目的 你就说给印证 有的就是假印证 它也不是真的 真正开悟的 他所印证啊 他有时候用不上 用不上 因为他知道了 这个心理 这个是一种 这种境界 不是说 还有旁边能帮着他 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了 事件上就 换句话说 事件生存都很困难 很困难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只能说 印证和不印证 这个东西 也不可以否定 因为他对那个假的开悟 确实有作用 有的就利用这个东西 去宣传自己 这是不可取的 也有一种 就是说 用印证这些话 他去打击别人 曾经咱刚来不长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呱炸的 来了 我跟圣团在张纪楼讲 讲完了 最后跟我说 师父 我听完了你讲的 我发现你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 他给我印证 印证他走的时候 我送他到门口 我说你开没开悟 他说我没开悟 我说你没开悟 怎么知道谁开没开悟 他说不知声 我扭头就走了 就是说这个 印证的问题 你对两方面来看 对那个假开悟的人 是有道理的 但是有很多人 用印证来打击别人 这也是不合适的 对这个开悟没开悟 我们不要去追究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你心里明白 你不去印证 你心里也是明白 你要不明白 你就印证 那也是假印证 没有必要 我说得明白 我说得明白 明白了 原来我遇到过这事 他说你开悟了 我说你给我印证 我说谁给你印证 我问他 我说谁给你印证 他说我遇到过这事 后来今天我和我师父 我以后借鉴一下 过去是为了谨慎 但是有谨慎 就很多的 利用给别人印证来打击别人 抬高自己 这也是一种弊病 这还有问题 好 你说 有人对意思说 开悟只是属于建道位 只是理论上明白了 那还需要经过在世上修炼 去掉着相 执着 烦恼 那些世俗的事情 最后才能行无挂矮的 用正道位 正道位以后 还得修佛修慧 修德行 突破自我 增加勇气 力量做个傻子 疯子小孩子 师父 修行真的像他说的 那变成傻子 疯子小孩子 这些问题 它没有啥意义 因为我和人家 开悟还没开 这些事讨论太早了 至于什么建道位 不建道位 这些都没有啥意义 你开悟了 还是指导修行 修行 你开悟了到什么程度 自个儿心里有数 所以那些位子 大部分都是教理 说的也都很明白 但是对我们来讲 没有啥用 为什么没有用 你执着的教理 对开悟就产生了执着 执着呢 它就障到 它就障到 所以说我们不管它 开悟不开悟的事 我们就是一种望前修 就完事了 你要想到 哎呀我什么时候开悟 这就障到了 障到了以后 你就这一点念头 就你想再去望前修 都很难了 就是应无所住 生气性 一点这种挂也都不应该有的 你知道是有这种障碍 或者这种意念 它都会障到 所以说这种东西 不要追求 不要追求 因为开悟呢 你到时候 时间成熟了 你放下一切 它自然就会开悟 成天倒 开悟 最后反而障到 所以 地址进行的时候 脑子里面有时候 一闪而过的那种 微细的念头 往外冒出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用念过 是随着那个随着 去空调它的时候 感觉动作太大了 地址后来用 就是注意呼吸这种 来灭掉这种微细的念头 感觉比用随着那个 来更加直接 效果更加明显 不知道这种方式 是不是可取 你最好问问徐云老河 他为什么要承担 这个念佛是谁 他都不知道 你这个产的都那么微细了 念佛是谁反而处大了 这祖师也太笨了 所以这种想法 本身就是错误 念佛是谁 他已经是一把锤子 那毁掉一切往下 当你想出我的念头 已经很细的时候 实际上你这是妄想 是妄想出来 在骗你的 你受骗上当了 我还说 因为这个方法挺正确的 又改成呼吸了 你要是呼吸好死的话 提醒老河早就改呼吸了 他后来也改成 念佛是谁 原先他那呼吸 我曾经讲过 那呼吸那白练 那那么多长 一尺多长 坐着 大一天 那呼吸那白练 就是一尺多长 我亲眼所见 他说我就专门练这呼吸 最后他也放弃了 就说念佛是谁 所以说你不要对自己 这念佛是谁 缠着怀疑 你不管他细不细 你只要是 被缠进去 一切他都好使 好 第一个 这是说用这呼吸 做一个拐棍的形成 你做拐棍啊 你什么都 那念佛是谁 不就是拐棍吗 你非得要直到呼吸 你想 想用呼吸方法去修行 那我就管不了你 是吧 你自个看着办吧 还有事管不了你 你非要 就直到那个呼吸 拿呼吸做了 牵绊的掩饰 已经告诉你这些东西 它不可取 你还要做呼吸 那你就自个看着办吧 你不用感谢我 你说 继续送啊 对 散烂呢 是一个正常现象 因为 你有散烂才送咒 如果不散烂 你咒都不用送 它是一个道理 越散烂的时候 又送咒 你才能把这一点 从散烂那种 能拽回一点来 慢慢把散烂 变成不散烂 如果你一散烂就放送 我就不送了 随便我先放送 等到不散烂再送 实验长了 整个都散烂 还有问题 您说在一切术 一切时进入禅定 像这种情况 您说进入禅定 那就是不打妄想是吗 就一切术一切时 不打妄想 禅定啊 就是没有妄想 叫禅定 有了妄想 它不叫禅定 所以说没有妄想 就是禅定 所以我们少打妄想 就少 多少能近点禅定 就这么个意思 师傅 您还说打坐 要看住这个念 那您就是说 这个念就是指不打妄想 是吗 这个念呢 是一个虚妄的 没有念就是那个念 说看住这个念 什么叫那个念 就是没有念 那就是那个念 没有念了那个念才是真念 是清静的念 那您说 我看着什么 第一个问啊 嗯 嗯 嗯 好 您说 我看 您记得一下 我问一下 就是说 在之前说 就是说 平时经营 打歌的时候 主要是一个 宋爱不想会 还是一个 唱话头 唱话头就行 你有什么不想嘛,有时候自己做不到 有些卫戏东西也做不到 说谄话头啊,那就不错了 因为这个谄话头啊,和别的不一样 过去那个谄众有什么拓司是谁 又是那个谁谁的 实际上哪句话都不落 这个谄话头,念过是谁,这个非常好 因为这一个是用的书,另外有正念 这一定非常好 有的就飞不停,我得另走一条路 非得找一个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说千万别烂改 就这个谄念佛是谁,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东西 一句话,一个法,这已经很好了 这是一种细心不足的一种感觉 希望静,有时候这个静啊,确实给人带来一种平静的感觉 更主要是我不管静和不静,我都能静下来,这是主要的 因为你在静行,你在看中自己 看中自己的时候,你还能听到外面声音能影响你 说明你六个人还没回首过来 这是刚开始做 六个人回首过来以后,你的耳朵眼睛都是看不着的 耳朵活着跟你跑,你一想没听见是 没有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 眼前谁走,你的眼睛继续走得到,但你什么也没看到 这是六个人回首的一种现象 如果我们还能听到,还能看到,我们还需要一种静 这是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六个人没有回首 静的是一种好的趋向 需要静,不需要厌恼是对 但是静的这种状态呢,还在触悟期间 还没进入那种 就是说,不管闹去也好,不闹也好 我都能静下来 那种状态是最理想的 不要要求旁边有声音和没声音 因为有声音,你能听到,说明你六个人没有回首 你应该看中自己 不要要求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啊,你想要求什么声音也没有 最后你的烦恼同时也起来了 它也会给你造成烦恼 所以说,不要求这个 有什么条件算什么条件? 有静的条件,我就静这么久 我轻松一点 没有这条件,我累一点 累一点,它是功夫 旁边说话啊,等等的动静 你这时候都能刻出来 这就是所有进步 比如说,假如现在旁边声音很大 弟子正在打坐或者是惊醒 我刚一同样的时候 然后我就提起自己念的时候 念佛是谁 然后那个,就比如说我刚刚一同样的时候 他怎么这么烦不起声 然后就赶忙 我就提起你话的时候 念佛是谁 就把这话的中断了 是不是就这样看起一个心 对,就是说他不管什么念头来了 你马上提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啊 这句话也是相对的些 提了也把那个静的也会破坏 但破坏比那个大的不静 要强的多就多 所以说这个许云老横也讲 念佛是谁也是以独共独 但是最好一个方法了 现在我们的根基 我们能这样使用已经很不错了 是很有效的 谁还有问题 好,你说啊 我那个打气感受到就是长时间就是做的时候就事先不靠 是说你刚刚就事先不靠 长时间比如说时间长了 我感受到就像那个身体啊就像发脚 如果承承托那个状态 这个这种状态是不是正常 就是说越是正常不动 实际上不靠 但是后阶段身体有点扛住了 那一靠这个状态就没了 这个问题啊,它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习惯都是靠的 因为靠习惯 所以说打气贴不靠的呢 我们讲到受不了 这种受不了啊 是我们的在靠着那个状态 变成一个不靠状态 产生的一种 一种那个 一种思维 它是用那个比例出来的 实际上呢 在打气期间 你比如做的时候 不靠的反而好 反而好 我说的就是说 不靠的时候 那个状态就像整体 就像一个坨似的 它就是不动 一靠的时候身体就 就像什么呢 就不行了 就没有那个状态 它这个身体啊 它不光是一个 靠着和不靠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是我们的定力 定力能不能累住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敢不敢于吃苦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身体状态是不靠是最理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靠着我们的肺部 这个肺部和心脏的呼吸 它受靠着的压迫 反而不痛畅 你不靠着 你看个打气啊 有时候要稍稍勾勒一点 或是干嘛一点 但是呢 那个肺部的呼吸和心脏的这个 压迫症状 马上就消失了 长时间的反而好处更多 好处多 所以说这个不靠是好的 当然了 有的人是腰脱了 或气大 你轻轻靠一下 靠一下 它容易混沉 容易睡着了 大家不靠 它也容易睡着 但是不靠的效果比较好 最起码对身体好 依赖性小 所以说不靠是税理想的 但税率大了 有时候身体确实支撑不住的 这可以靠的 还有一个事 就是有一件问题 有一件事 就是想请师傅 给子依给讲解一下 就是师傅说 一年不胜 万法壮严 他跟那个 就是说 一年不胜 壮严万法 他有什么区别 一年不胜 万法壮严 这是我说的 壮严万法是谁说的 不是 我说他这个区别 你给你说一下 不是 我显宫谁说的 他说的屁 我还有道理 不是 他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也没听出区别了 我只要他一会儿说的 比我说的 要好多了 你可以挺累 像这个问题吧 就是在这个词句上 前后去分别 没有意义 投意话已经告你一年不胜 已经告你一年不胜 这是主题 万法壮严 那是结果 没有必要你再记住 壮严万法 万法壮严 那没有必要再计较那个东西了 你记住头一句就行了 他那个境界是不是 就是 头一个境界 就是说 就是说 一年不胜 他俩是不是 第二句话 是不是 比头一句话 更 就是 他这个境界更高 他没有更高 就是一个开头 一个结尾 就像台阶 第一部台阶 和最后一部台阶 就这么个区别 就是这个区别 都是台阶 就完事了 完成 最后别问 刚才说 谁还有问题 你说 愿力和这个 和什么 业力 业力 它俩是一个正反两个方面 你有业力 才有愿力 有愿力呢 就是为了去掉业力 他俩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他就是一个 互相成就的一个意愿 那是什么 佛性和习性 习性啊 是我们的业力 业力 等到佛性呢 是我们的本体 所以说呢 我们的本体 之所以不见 因为是有业力 把业力去掉了 就是我们的佛性 佛性它不是凭空的 它本来就有 是因为有习性 它说不显 所以我们克服习性 就自然而言的 就是佛性 这句话 就是似乎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这就是四度 这都告诉你了 似乎告诉你 似乎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他告诉你了 弄完事了 你非得要个四度 再怎么度 已经告诉你 什么事 你都得靠自己努力 方向给你领证了 剩下的靠自己 像吃饭似的 把饭做好了 吃不吃就在于你了 你吃了你饱 你不吃就不饱 打戒心的时候 有位比喻师傅说 奇怪 奇怪 一切众生 皆有佛的智慧德相 但是因为不辞戒 妄想不断 然后分别好坏 自此自利 世主的习气 傲慢心 未能振得 如果不随着 自己的思想去想 实施丁度脑袋 空白状态 时间长了 这一切的智慧 神当力 突然就现前了 师父 他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 说的挺好 说的挺好 这梦也挺好 挺清晰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德行 我在别的书上 也听说过 能印识到佛一致 那就很不错了 这挺好 不要去考虑他说那话 大不大 说那时候是做梦 没有意义 他说的话正确就行 弟子老师习惯 以自己所看到的 听到的一些事情 去判断一个人 或者事物的好坏对错 还有词解和犯解 看不选眼的时候 我就很想去说一顿 然后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因为我是懂得最多的 我是最专业的 要不按照我所说的最多 我就生气了 我就要发脾气了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你将来能当主使 管事管的挺多 什么都想管 有时候不见的就是坏事 但是脾气不能要 不能要 有折引心 也要有这种 折引感 还有这种着急 这都是好事 但是呢 首先得去掉陈恨 这才行 好 后门 请问 请问是这个 禅宗这个打季风是怎么回事 打什么 打季风 打季风 哦 请问是具两个意思 季风啊 就是让人们迅速的 转变观念 放下执着 他就用这种计风 就是来刺激人们 对这个佛法的理解 但是他这有一个毛病 这有一个老和尚的把握着 不把握着 最后成了讽刺了 这也不好 你像这个计风这个事 你像密宗的辩论 他都是打计风这个事 用一句话 两句话 提醒人们 应该怎么做 而且自己参与力去了 这样的心理 一下提高了一个想法 让这个想法占主导地位 慢慢往上秀 计风是个好事 但是这个东西 也不好弄 现在有时候吧 很少有这东西 过去禅宗比较多 现在有些这些计风呢 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你想想什么云门饼啊 糟糕茶啊 本来就是说 你别在那瞎扯了 说那些没有用的 你赶紧去 去带一边蟹子吧 他说你喝茶去 你吃饼去 他这都是这个意思 吃饼不是这样吃的 是你上一边带啊 就去玩事了 找点闲事去做 闲事做 他主要是让你放下你的执着 你别在语言上 没完没了的计较这些东西 所以那种计风啊 就是一个教育音 让你们怎么放下 但现在成了什么病病了 照着我就得喝茶 那就得吃云门饼 还专门什么厨艺失误 专门吃云喝茶 平时都得干 因为这祖师留下来 我估计祖师要知道这么事 得气死 就活过来也得气死 得死过去 不是那种事啊 就咱那奔理也想 那吃饭喝茶还用你告诉我 那事件也全做 那都是修行者 那你还那么说 那卖饼店的那都是和尚们 那都是那残众们 那喝茶的 全是祖师大德了 你去看看哪像祖师大德 都来这下车 唠香客 所以说这个 这个计风的事啊 有时候吧 这个一句半句的还行 有时候弄不好啊 他也烂着 也烂着 他说一句 他说一句 他俩的本来都对 最后应要较高的 这就没有意思 所以说这个东西 有时候没有必要去特意转 但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以前那个 咱刚来的时候有一个和尚 听给他讲法 带着藏经老院 他听完了以后 他说这和尚没害我 没害我 完了我等他下去 等他走的时候 第二天走的时候 我送他走 也快到上门那块我问他 我说你开屋了吗 没有 我说你没开屋 怎么知道别人没开屋 这就是疾风 完了回来我扭头就走了 你再给他打就没意思 他刚磨弄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下回他就注意了 他在别人他就不敢那么说 说狂话说大话 把自己看上什么呢 谁开没开屋他怎么看住 你没开屋怎么看住 别人开没开屋 就基本道理 他都不懂 就像没吃过饼 说这个饼好吃不好吃 他评论 你没吃过 你怎么知道 比人好和不好 都是想象为是 所以说这个 鸡凤很多都是 纠正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有时候 弄就弄乱了 弄一弄 跑到无相里去了 这样的话对吃戒 还有障碍 所以我们不如把戒吃好了 吃好了 自言谈那个鸡凤就出来了 但是不用那么计讽出来 就互相拿戒律去说事就可以了 这比较稳当 过去的禅宗大部分都是以秀行为主 不以世界为主 所以说这条道路不是咱应该取的 过去有个大德说 他说严格按戒律来讲 看世界让我们思为佛 他说我们就是为了修行 为了修行 所以说严格来讲 我们就是兔头举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说戒律呢 至高无上 我们以戒律为主 就不要再讲究那个计讽的事了 你讲那个计讽 最后把戒律毁化了 就不合适了 什么无相啊 你应该怎么怎么的 最后把人都给说懂 弊病太多了 刚才他说那个计讽的事 原先我也想过 弘扬计讽 讲一些东西 但和戒律那块 他会产生痛痛的 有时候计讽 他讲的无相 而且是完全一句到底 什么都放下 甚至戒律都放下 你对那些吃戒的 达到一定程度 不再变的人去说还行 对我们这个 连戒都没吃好的人去说 容易把戒律就破坏了 根本就破坏了 这样的话就不合适了 原先我也想过这个东西 那一说得多痛快 把别人给说得牙口无言 那多可痛快了 这事我都干过 我大命 我那上中学 我把那邻居 那个叫舅舅 给辩论都哭了 我那时候还小孩 十四岁啊 十几岁 他都快三十多了 就能哭 这个东西啊 看着是打季风 有时候上瘾 有时候这个弊病也挺多 挺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老实地去修行 尽力去做 这是最稳当一件事情了 也是最根本的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好 还有再说 说晚安 这个师傅以前开师傅 那个就说 参话头的时候 要向那个猫扑鼠 还有那个龙养猪 那个师傅猫扑鼠 到底在扑什么 龙养猪 请师傅再开始 什么没听 猫扑鼠 猫扑老鼠 对 和一个龙养猪 它比喻成这种 龙什么 龙养猪 就龙啊 养它那个猪 龙啊 师傅它们有龙猪 啊 龙猪 啊 龙猪 龙猪啊 它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龙猪 它有一个 现在来讲 就是说 好像是一个真猪 实际上龙猪啊 就是它的一个 灵魂体 形成了一个猪 这猪 你这猪失去了 就像它的生命似的 所以虽然有时候 龙猪它修行 它形成个猪 它经常吐出来 来吸收一些净化 它一看 出到猪 手下就把这个猪 就吞进去 没人的时候 看看没有危害的时候 把猪拿出来 往那格子 好像是玩 它托着猪 就是吸收这个热净化 所以说 它就是龙的一种生命 一种灵魂体 所以说龙养猪 就是说 看着像生命一样 你看着它 戒律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像龙养猪 前面这个猪不鼠 就是说师傅 参话头的时候 不知道是坐香 参话头 猪不鼠啊 就是什么呢 猪 实种是 闭鼠虎戏 哪也不看 就在那 瞅着 一心一意地瞅着 等老鼠一来的时候 一渗头 它就一下爪 递出去了 他就 他扑的是网响吗 说 扑的是网响吗 猪不鼠 就是说参话头的时候 扑那个 就是对 就是网响出来了 一下给它灭掉 你们说参话头 网响一出来 杠一出来 念佛是谁 杠一露头念佛是谁 时间长了 就老鼠杠 就像老鼠似的 老鼠杠一露头 罢响就给灭掉了 灭掉了 这样的话 时隐藏了 我们就 亡想就破了 就要这个功夫 得细心 有耐性 一点儿做功夫 有时候 你得 好几天就在那冒 吃不喝就等老鼠 看谁都掩不住 这就完事了 这还有问题吗 没啥问题了 今天就到这 所以说大家提问题 这个挺好 挺好 每天都回答一点问题 基本上长期的回答 也就这样 这都很好 所以说大家的这一段的修行 都挺安稳 挺安稳 但政府有时候 哇 我们大家有时候 难免的产生一些 心理压力 和一些反感 它就是给我们一种考验 我们保持本心 不动 不动 将来我们会面对着 很多的天灾淫火的事 你想想那武汉的非典 不是非典 非典都灌在屋里 都灌凤了都 也得灌 是吧 是有时间长了就好了 有时候 有一些事物 它不断地变化 我们有应对的这个能力 和应对的心理准备 佛教就是一句话 鲁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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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再鲁鲁就完事了 再给我们一个宗旨 就是一教奉行 一教奉行 咱们有这个 有这个 知识人 有知识人 有知识人 有知识人去安排 整个大家的活动 我们能够一教奉行 这个佛教 就是一个团结 就是力量 就是一种 共不破的 一个堡垒 所以说大家 你一定要记住 一教奉行 什么事 以大局为重 现在你必须得 引受这些东西 你现在 美国就不想引受 最后那个 那个新肺炎就发起来了 他以为他那个技术高 技术高也不行 都得引受 中国就引受了 奉承奉承的 最后 这个新肺炎控制的挺好 但现在没结束 没结束 原来海城是 安善是 后来改为三级 现在又回 又改回来一级了 还不行动 咱们外面都有站岗的 挺好 咱们想修行 怕着修行 这个疫情来了 帮成全咱们了 是吧 你想来都不好 外面都替你站岗 多好 好 今天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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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